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弗洛斯时间大约两分钟后 你的投影就将重新出现在弗洛斯的现实当中 连这个都可以计算 你却一定要抢夺我的身体 唉 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 毕竟拯救弗洛斯是我的义务 一直拜托你去付出 即使是我也会不好意思呀 你的说话方式 倒是让我想起一个和莫里亚迪有关的故人 不好的意义上 如果有时间 我也很乐意和你分享 关于那个莫里亚迪的故事 不过 既然我之前的说法并不具备说服力 那么 两分钟后 完蛋了 现在怎么只有十秒钟了 总之你先代替我收拾掉那个臭小子 只要你断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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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我确实回到了弗洛斯的现实 一个人都不见了 在我被小V影响的这段时间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说自己才是弗洛斯真正的带来人 那么她可逼他们的关系 而且 她最后要说的话 究竟是 刚才 有什么在反光 有什么在反光 这是 小光 奇怪 这架相机之前一直被小光随身携带 以他和怪物间的力量差 遭遇袭击时 或许没有太多机会反抗 然而这架相机的损毁程度 如果不是怪物蓄意破坏 难道 是他有意为之 果然 我记得 小光管他叫做只能免洗胶卷 那么 他应该呢 这是 一张合影 小V 就是他吗 V他们的姐姐 合影中的地点应该就是那里 保险起见 过去看看吧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 这块转 这是 许愿侠 比起像转瞬即逝的烟花许愿 果然还是这样比较稳妥 我在这里许愿 要实现大家的愿望 落款 一新 的确很有小红的风格 不过 为什么这里还放着一份事故报告 将绽放瞬间的烟花保存在博物馆内 真亏小红想得到啊 不过相比于博物馆中那些奇奇怪怪的收藏品 这种想法反倒正常许多 这上面说 博物馆如果受到铜元的能量冲击 有可能导致设备停止运行 展品的状态出现异常 原因是小红误操作关闭了特定展柜 导致作为展品的能量泄漏 铜元的能量 类似跳闸的事故 展柜和展品 难道说 完蛋了 现在怎么这种事没有中了 总之你先代替我收拾掉那个臭小子 只要你断开 原来如此 谢谢你 小光 出发吧 去博物馆 糟糕 忘记了想要打开博物馆的门 除了需要解开机关 还需要小光他们解开暗门 现在维塔他们不知所踪 用蛮力 能打开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紧迫 指如主题吧 控制系统完好 开启的方法是 格雷修 怎么会 看来你很意外 怎么样 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吗 莫里亚帝 你倒是不请自来 那当然 如果不在登场的时候制造一点惊喜 我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和你打招呼呢 我亲爱的老朋友 维塔他们呢 他们在哪里 不必担心 他们刚刚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 正准备为实现身为代理人的价值 而不断努力呢 难道 他是职 没错 他们现在正如一新的维塔一样 充分理解了自己生存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不过 作为代价 得到一些回忆 自然也会失去另一些回忆 下次你见到他们时 就又能够体会初次邂逅一般的惊喜 如何 是不是还挺有趣 啊 原本我的确只是想与你在博物馆一续 毕竟我已经筹划了如此规模的一次犯罪 要是没有人欣赏成果 那未免太过浪费 可惜先觉得维塔做了多余的事 为了让一早搭好的舞台能够继续表演下去 我也只能增加几个特别演出环节 好让故事变得更为流畅 不过 我的运气确实不错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不仅故事比我预想中还要精彩 舞台的嘉宾 也比原先的规划丰富了许多 他的意思是 他将葛蕾修重新关进修免苍 只是顺手而为 那么 如此规模的一丝犯罪 又究竟是值 没错 就像你回忆中的那场洪水一样 我刚才说过 这个世界的命运就像转动的钟表指针 总会在某一时刻 指向相同的位置 很容易得出的结论 不是吗 赫斯珀的存在 就是最好的作证 世界始终如一 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 而现在 因为某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命运的齿轮 还转动得更快了一些 如果考虑到莫里亚迪习惯的表达方式 难道说 所谓的不速之客 但如果真是这样 他又何必对葛蕾修下手 还专门营造出与我对决的架势 够了 莫里亚迪 没有必要像这样 固步一阵 大费周章夺走 Vita对我的信任 只是为了向我施加报复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的布局 绝不会止步于此 我们发现了你的日记 除了这座城市本身 你似乎对境地 同样很有兴趣 你 究竟在谋划什么 那就要靠你自己推理了 亲爱的大侦探 在我如今追求的方程式中 你的确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变量 但很可能 却是最有意思的一个 比如说 在与我交谈的过程中 你一共看向了数据控制台四次 并且每次都在被我察觉后 立刻转移目光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故意卖给我的破绽 不过还好 此刻的我 拥有验证自己猜想的手段 依我之见 这将是一场关于耐力的比拼 又是这种奇怪的现象 我的老朋友 我猜 你或许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不愧是我们的女武神 这么多年过去 你的战斗能力似乎又精进了许多 不行 已投影了姿态和这些怪物战斗 根本没有机会去直接触碰操作面板 莫莉亚蒂说得不错 这的确是一场关乎耐力的比拼 唉 真希望我也有这么一身功夫 那样就可以亲自和你切磋了呢 随着和这种怪物的战斗时间不断延长 投影的施阵也越来越严重 莫远速会 我记得这是小B口中 这类怪物的名字 归根结底 我为什么会被他们针对 如果他们真的是弗洛斯的守护者 这个世界 究竟在害怕什么 有意思 看来比起上一次 你的耐力又有所上升 总不会是你在形体消失的那十几分钟里 接受了哪位室外高人的指点 他难道是指小V 不过如此说来 我目前在弗洛斯遇到的所有人 即使算上小V 也都不是我投影至此的原因 究竟是谁 走神可不是好习惯啊 我的大侦探 结果还是体力不支了吗 我的大侦探 是用投影的战斗 果然还是不够尽信呢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您凭借实体亲临此处 那此刻的我 大概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好 机会来了 和师姑抱抱树不一样 但 看来是时候结束这场有些漫长的闹剧了 在游戏中作弊 倒是也不符合我的美学 好奇我为什么要将惊喜的展示场所选在这里吗 是时候揭晓答案了 真可惜 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够长 没有仔仔细细地品味过这座博物馆的有趣之处 这里的运营者 为了能够将他从各处搜罗来的稀奇古怪的展品 在生成投影之后 及时运送到博物馆中 特地在控制台下 设置了一条负责传送投影的通道 当然 那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 对于你这样的外来投影 也同样生效 是不是感到很亲切 没错 这才是我这场表演最高潮的部分 虽然不是所有戏目的最高潮 但已足够令我身心愉悦 在你处心机率 最终成功按下按钮的那一刻 你正好可以享受从瀑布跌落 一口气跌出这个世界的快感 在这次坠落的途中 你倒是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你猜 能够将我禁锢在斩柜中的按钮 究竟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呢 没事 达不上来也没有关系 再见 我亲爱的大侦探 很好 外来的干扰因素至此彻底排除 虽说只是暂时的 正所谓实不无奈 下一段犯罪计划 当然要立即展开 似乎忘了提醒 对于我而言 报仇 也是报仇的重要意还吗 不知道对于我接下来筹备的一切 你是否仍会感到惊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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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 不对 按照莫里亚帝的说法 身为投影的我 现在应该被送到了世界之外 或许是现实与高维空间的下溪 总之 先四处探查一下吧 每个人都 reduce 请不要踩下去 咱们 fields 那细是看 傻子 也很高维 继续看看还有什么线索吧 这些思维的来源究竟 不是思想而是笔迹 这是 从我来到弗洛斯 一直到发现方舟和格雷修 如果从这个方向解读 这张笔迹的主人 似乎很清楚我在这里遭遇的一切 选用这种隐秽的方式来向我传达信息 是在担心被什么人发现吗 这么说起来 还在地球上的时候 那个神秘的存在就没有直接露面 而是通过引导我的思维 使我到达了这里 而且 这当中的用词 似乎没有什么新发现了 格雷修 我究竟要怎样回到现实呢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我们好像很有缘分的 这个声音是 小V 答对了 弗洛斯的原初代理人 世界轮回的见证者 博物馆的布展人 啊 头衔未免太多了 既然已经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你不如叫我V他就好 我恰好见过小光拍下的照片 不过 欠于你作为小V时的言行 我恐怕不能把你简单 当作他们的姐姐嫁以信任 嗯 这样说也没错了 合情合理 不过 也正因为我们之前 有过几次不算顺利的沟通 如今才能像这样 坦诚相见呢 毕竟 如果你真的听到了 我之前的关键提示 选择断开圣物的能量供给 莫里亚地固然会失去威胁 但你的投影 恐怕会先一步从弗洛斯消失 圣物 不是博物馆吗 嗯 我大概明白了 您以为莫里亚地 是博物馆的投影展品 所以只要像当年的小异心那样 切断博物馆的能量供给 莫里亚地也就会失去能量 在莫里亚地成功驱动 乐园素位之前 这个判断的确成立 但 用弗洛斯的方式来说 操控乐园素位的权限 与圣物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博物馆的权限可无法与之相比 你是从小河光那里 猜到了博物馆的事吧 很遗憾 他们确实不够了解圣物 也因此给你提供了错误的情报 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 谁让我是个自私自利的坏女人吗 你非要我说得很具体吗 我这个人呀 每时每刻都想着要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碰到像你和希尔这样的大好人 反而完全没辙呢 你认识希尔 是啊 只不过那是一个属于量子之海的漫长故事 和我们眼前的危机确实毫无关系 这个世界里为什么存在像你和莫里亚地这样的投影人 弗洛斯和赫斯珀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格雷修的方舟 传说中的创世神 和这一切究竟有怎样的关联 这些与我们此刻面对的危机有关 而我也可以告诉你具体的答案 毕竟这里可以算作我的家乡啊 所以我们要先从哪个话题开始呢 你是说这个空间 我给他取过一个名字 精灵之路 不过如果用不那么浪漫的说法 那他只是量子之海中 一条被人为清理出来的洋长小道 所以 倒是和莫里亚地最初选择来星巴赫的方式 一举同工吗 来 星 巴赫 是哪个乐队的名字吗 你如果不知道来星巴赫瀑布 那又是怎么把莫里亚地 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 我在量子之海里捡到的他呀 那次我出差回来正好缺个伴手礼 还有什么比活体标本更珍贵的呢 更何况他那时半死不活 制作投影方便极了 而且长得也不错 放心 虽然你之前被困在了这片空间之中 但还好 这里有我 我要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 你也要帮助葛磊修 从动机到目的地 都可谓完全一致 真的 和我并肩作战 保准你不会吃亏上到 这个话题啊 你应该知道我们此刻 身处于太阳系的边缘吧 距离太阳四千五百个天文单位 对吧 天文单位 哦 是指你们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吧 换算一下 四千五百乘以一点三八 嗯 差不多呢 没关系 只是物理单位的区别而已 总之 因为这里距离太阳过于遥远 整体生态环境 与其说还属于本征世界 倒不如说更接近量子之海 而具体到投影 博物馆的投影 大多取自量子之海 莫里亚地是来自本征世界的复制品 至于其他代理人 他们是我的复制体 而非投影 你 浮华 则完全来源不明 看起来你不是很惊讶呢 不过这样也好 倒是能够证明我现在没有对你说谎 莫里亚地似乎一直在找你 不 应该说 她在试图寻找某个切实存在 而又不会轻易在她面前现身的人 那个人是你吗 哦 是吗 那她倒是还挺敏锐的 如前所说 我是那位博物馆的不展人之一 包括莫里亚地在内 所有能称之为有趣的展品 都由我亲自挑选布置 或许这对她来说 的确是件痛苦的事吧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试图抢夺我的身体 我的投影 难道说 有什么原因 让你自己无法直接出现在弗洛斯吗 的确是这样了 不过 这方面的原因 就和我们的创世神直接相关了 你是指 弗洛斯和赫斯珀的关系 你可以这样认为 莫里亚地说 赫斯珀发生过灭世的洪水 那究竟是指什么 自灭一散 因为世间变得污秽浑浊 创世神就降下神法 让灭世的洪水荡敌一切 只留下方舟之中的生灵幸存 我不是在和你讨论神话故事 但这一切的确发生过 不止一次 而是八次 现在的弗洛斯 已经是第九个弗洛斯了 很惊讶吗 我想想 如果用最简单的原理来解释 我们的家园 其实就像彗星一样 我是说 如果没有创世神的存在 这里或许也只是一颗 太阳系边缘的脏雪球 雪球融化又发洪水 大抵如此 可弗洛斯并不下雪 没错 因为水平常都藏于地下 沟通量子制海的隧道也好 创世神的真体也好 他们统统都在地下 当天灾降临 地下的一切 就像火山里的岩浆一样 喷涌而出 砰 等等 这样说来 V他们的记忆 你猜的没错 那也是我们创世神的杰作 是我 没事 一个弗洛斯版本的冷笑话 毕竟我是那家伙的复制体嘛 而你所见到的小V他们 又是我的复制体 我们曾经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直到有一次 我没有听从创世神的命令 结果被神惩罚 封印在这里 是我直言 就算是线边 这也有些过于敷衍了 而且 即使你夺取了我的身体 也只会给小V他们制造困扰而已 嗯 那件事和你的想象其实有点区别 我要向你借用的并非投影本身 而是投影存在的路径 也就是说 我会以自己的形式回到弗洛斯 不会简单地将你取而代之 当然 如果事情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你现在恐怕已经回到了地球 确实会错失和格雷修见面的机会 那你呢 你打算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返回弗洛斯 那个创世神不会生气 他呀 怎么说呢 膨胀得太厉害了 如果不主动使用自己身为代理人的能力 他根本发现不了我的存在 那生物呢 他是创世神奇与弗洛斯的一种法宝吗 我只是在组织语言 直接来说 生物不过是乐园素位的控制器而已 即使是前几个弗洛斯的废弃生物 也同样能做到这一点 这应该就是莫利亚迪的力量来源吧 不过与废弃生物不同 那个位于最新的弗洛斯中心 唯一健全而完整的生物 能够将创世神召唤进现实 我暂时还不想过多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离弗洛斯太近 即使他已经膨胀许多 但如果我们反复提起他的名字或综号 或者一直做他不喜欢的事 也还是有可能被他发现 就目前情况而言 你知道这些就已经足够 题外话 你知道小何光 为什么时不时会平地摔跤吗 因为他是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如何确定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话 嗯 这真是个好问题 怎么说呢 我当然 完全没有办法证明了 或许我是发自真心想要同你合作 又或许我只是心血来潮想要逗你 给予你身上的某样东西 想要将你骗个精光 无论是哪一种 你根本无法分辨 也没有分辨的意义 说到底 你比我更需要离开这里 虽说我也要借助你的存在 才能两人搭伙 一起回到久违的弗洛斯仇 这和命运的馈赠多么相似啊 你不觉得十分有趣吗 来 告诉我吧 你会怎样选择呢 我可是刚刚发现了一个偷偷离开的好机会 错过的话 说不定就要在这里白白浪费好几天咯 来吧 不错 当机立断 你的性格倒是相当爽快 如何 与我共享视野之后可以看清楚了吗 那是 难得一见的漏洞啊 要我说 多亏你运气好 就在我们刚才闲聊的时间里 也不知精灵之路起了什么变化 一个明晃晃的漏洞 竟然就直接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快 行动起来吧 只有击溃了眼前的漏洞 我们才有办法从这个空间脱离 很遗憾 我已经知道了所谓漏洞的真正面目 将原本就存在的东西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来获取他人的信任 这就是你一贯的行动逻辑 哎呀 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 上一次在禁地见到你时 你的投影依旧存在于现实世界 因此只要找到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桥梁 就能够顺利离开这里 所以 那时候 为了不被你彻底抛下 我能怎么办吗 当然只能靠骗咯 你好像很骄傲 当然啦 我凭本事骗到了你 难道不该感觉到骄傲 不过 你也可以骄傲一点 已经走进了我的圈套 还能主动解开圣洁的人 那可不多哦 她倒确实脸皮够横 对上次的事一点都不介意 总之 这一次 因为你直接掉进了这条精灵之路 再想要离开 就必须靠自己亲手在这个空间上四处一道裂口 裂口的位置和形态 可以说由空间本身随机决定 所以才会像这样 表现成了属于量子之海的怪物 安心吧 这次你可是顺风车司机的身份 我完全没有愚弄你的必要 好了 上吧 你还有什么顾虑 我以为 我们会一起面对眼前的敌人 哎呀 不行不行 我可是相当柔弱的 做不了这种事 你忘了吗 我至今还被创世神封印着呢 如果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害得我身受重伤 没有办法带你回到原本的世界 你岂不是要冤死了 算了 哇 你这身手真是不错 让我想起了一个不久之前刚认识的高手 不蹭不蹭 再打快一些吧 弗洛斯正等着我们呢 既然没有参战 你还是少说几句吧 可正因如此 我的嘴巴强很咸啊 干得漂亮 回家了 确实回来了 好了 维塔 我要确认格雷修的情况 而你显然更在意小维塔他们 既然彼此的目的不全相同 接下来 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吧 那可不行 我刚刚才帮过你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啊 维塔 你在哪里 在你口袋里啊 没错没错 就是它 这颗糖是小韵婿给你的吧 它可真是个温柔的好孩子 可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副模样 你不觉得 鼻气已经摔得破破烂烂的相机 还是糖果可爱一点吗 你的身体 无法维持正常的状态 毕竟我现在也只是一道投影 还是搭上了顺风车才能出现在这里的那种 你所知道的那些代理人权限 我现在都无法使用 也不敢使用 早就和你说了嘛 我现在真的只是一个纯粹而柔弱的女孩子 你可不要嫌我柔弱 就把热心带你回来的我给扔下哦 行啊 那你可要好好听我指挥 好了 既然我们已无后顾之忧 接下来也是时候给莫里亚帝施加一点压力了 如果我是她 现在应该正在禁地研究方舟 毕竟那可是弗洛斯发展至今的源头 也是解开她所有好奇的钥匙 啊 对了 说到方舟 那可是你们地球文明的产物 我们可都算你们的学生呢 没什么 只是觉得 你未免过于谦虚了 我一向就是个谦虚的人呀 就当你是在夸我好了 没错 走这边就行 奇怪 忠利的虚树造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很稀有的怪物呢 回头我们把它也收进博物馆吧 等解决好你的上一个产品再说吧 温怪兽 又出现了 感谢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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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壞手居然又出现在了程序内 这里的崩壞现象更加严重 那可未必哦 既然现在是莫里亚地在清除崩壞 那么过程中多多少少遗漏一些 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你果然时刻监视着这里的情形 你是说 这些崩壞兽 是它故意留下来的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饲养动物的手段 只要在它们的生存区域中留下几只天敌 那么这些动物就能时刻保持警觉 更何况 莫里亚地的目的可不是解除这里的灾难 它需要的 正是一种崩壞与代理人力量的动态平衡 只有这样才能 不过它未免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一些 事态真的会按照它的想法发展下去吗 好了 快走吧 逼它的态度 和之前似乎不太一样 不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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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拉伯 这一切 很重 技能 在马拉伯 在马拉伯 后面 后面 在马拉伯 结束 投影不稳定的情况又严重了 究竟怎么回事 因为原本只能承载一个人的投影通道 现在不得不同时容纳我们两个人吧 情况特殊 你就多适应一下吧 原来这也是你的杰作 那么之前的几次 是因为你在通过我观察这里的情况 我告诉你 浪源 他们变强了 还是说 因为你的存在 我的投影比之前更弱了 我的确没有想到 这些家伙现在会变成这样麻烦的阻碍 早知道会是这种情形 最初就应该对他们的数量加以控制 你可以操控这些怪物 现在当然不行了 这些家伙原本是隶属于这座城市的力量 只会在特殊的时候使用 类似清洁工吧 你看到小一心的记忆出现了混乱 就是因为莫里亚帝接管了他们的控制权限 使代理人的意识发生了紊乱 我说过嘛 他们是我的复制人 也因此共享了一些与投影类似的身体机制 虽说和你和莫里亚帝融解然不同 所以那些记忆的确是真实的 他们只是单纯遗忘了现在 米塔姐 嗨 又见面了 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小红 小子 米塔姐 快离开那个微乡人 他很危险 等一下 红 米塔姐 似乎和平时有一些不同 米塔姐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是察觉到弗洛斯出现了异常 特地来帮助我们吗 没错 我是来帮你们的 但 或许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 我专程回来 是为了解决莫里亚帝 维塔姐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虽然莫里亚帝的确存有私心 但她也确实为我们带来了解决灾难的方法 解决灾难的方法 就是指你身后的乐团素位吗 真是不强 他们现在也是我的目标 唉 真是一群天真的孩子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使用自己无法驾驭的力量 也许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 你们又怎么能笃定 莫里亚帝的目标不是你们 维塔姐姐 莫里亚帝不是那样的人 她是真心在帮助我们 和我们一起在对抗帮坏兽 你们啊 原来如此 你们就像刚出生的小鸟 在你们的潜意识中 只要有人率先对你们示好 她就一定不是坏人 维塔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我们别无选择 而且 必要的话 我们会使用最后的保险 你们或许不知道生物的原理 但 看来你们一时半会 是不会让步了 既然如此 我们也没有继续聊下去的理由 让路吧 我们要去找莫里亚帝 而你们 也拦不住孵化 莫里亚帝的 莫里亚帝姐姐 我们没有再聊一聊的余地了吗 维塔姐 我明白了 你们过去吧 维塔姐 复华 维塔姐说得对 我们不能过度 依赖莫里亚帝的一面之词 所以 保证圣物能随时启动 才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职责 算了 好了 我们走吧 毕丹姐 听我向运势 本相 绿形 还有何光问好 听说 这是你朋友设计建造的飞船 原来你知道啊 再怎么说 我也仔细研究过方舟留下的各种记录嘛 所以 我真正好奇的是 数万年的生命历程 对现在的你来说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实话说 没什么感觉 说到底 这件事本身并没有意义 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而无数个昨天 也会自然而然地在生命中留下痕迹 我没必要去刻意思考什么 你就这么不在乎自己的人生 那当然不是 只不过 如果从不熟悉我的视角来看 情况确实如此 毕竟对我来说 所谓人生的意义 它无关乎过去 也无关乎未来 甚至无关乎一切的存亡 它只意味着 我是否能够心怀坦然地面对当下 仅此而已 那 万一你是个无药可救的大坏蛋呢 你想嘛 既然你的意义无关乎一切 如果你打算做坏事 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你了 曾经的确有这种可能 但现在不会 因为你有了不一样的朋友 生命和你一样漫长 能力和你一样强大 你这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是啊 我能想象 只是 那完全不适合我呢 走吧 我们去会会莫里亚地 对 把拳头砸在她那张假笑的脸上 让我看看她哭成泪人的样子 一定不错 莫里亚地 不愧是大侦探 果然回到了这里 不过 你不该回来 这是犯罪现场 是俊墓高潮之前的压咒 还没到侦探角色应该登台的时候 我之前可是好不容易才扫清了舞台 登台 一个展柜上的漂亮人偶 只是因为观察过些许访客 就觉得自己有当导演的天赋吗 好久不见 我还是第一次和展品说话 是不是很意外 还是说你已经忘记了我是谁呢 忘记 怎么可能 自从被你带到这里以来 我的脑海中每时每刻 都是你这张令人作偶的面说 或许你对这个每时每刻 缺乏必要的认知 所以 不妨让我借此地的方舟了作类比吧 如果在方舟跨越千年的征途中 我们美丽的画家小姐 必须永远保持一时清醒 那么她现在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宇宙是空无一物的世界 比大海更浩瀚千万亿倍 一个人置身其中 就算有绝对的自由 也注定要承受生不如死的孤独 那么 如果将这种空间上的无限 折算成时间上的无限 身为展柜上的漂亮人偶 究竟要付出多大的痛苦 不用我具体解释 二位也可想而知 博物馆的展品 就算被拘束起来 也仍然一直保有意识 没办法嘛 毕竟只是一个投影 长久的关闭意识 只会让投影在展柜中自行消枉 再说 她那时可是整个人 正在量子质海中瓦解 还对路过的我大喊救命呢 我明明是保留了你的一切 赋予了你第二次生命的人 到头来 你却对我恨之入骨 如果你原来这么讨厌自己的生命 那是不是可以试试咬舌尖 何必非要给别人再添麻烦 维达 你看到了吧 在她的眼中 凡人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 而我也只有通过迫害她的家人 才能让她稍稍品味一丝痛苦 优雅 热情 稍稍有点貌视 总之是人见人爱 别开玩笑了 我的老朋友 你看看她刚才的言行 那可有一丝的优雅 一丝的热情 怎么怎么 你该不会没见过女人生气吧 那还真是可怜呢 敢爱敢恨 敢做敢当 那才是我 等等 这么说来 有件事我确实做得不太低的 抱歉 我工作实在太忙 一不小心就把这事抛在了脑后 这么多年过去 我是不是还没给你起过名字 你 莫里亚地 我叫莫里亚地 哦 莫里亚地 原方不动 倒也不是不行 如果早知道你这么能折腾 前些年 我应该给你换一个大点的战柜 你 站在大侦探的背后 也只会在这里呈孔蛇之力 好戏就要到达高潮 很快你就能明白 究竟谁才是宫人观赏的对象 是吗 没关系 无论演员是谁 我还挺喜欢看戏的 只不过 你的舞台上 似乎一个我喜欢的演员都没有啊 总不会 你指的是我的那些复制题吧 你笑什么 刚才的那句话 你真的那样认为 据我所知 如果想要真正地了解一个人 就不能听他说过的话 而是听他还没有说出口的话 所以 你真的没有发现这当中的矛盾吗 当我将你的家人送上舞台之后 你的确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这就是你带给我们的高潮表演吗 未免也太俗套了吧 俗套 没关系 很快你就会对这场去目感到满意了 并非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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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反复复都是这些家伙 我都 福华都厌倦了 对吧 福华 想要看到京士剧作 不好好等待暖场可不行 不过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想 你们应该很快就能欣赏到这部戏的高潮 没什么 不过是让我手里这些不大好用的玩具 恢复他们原本的功能罢了 什么意思 乐园素卫的原本功能 不也是保护福洛斯吗 保护福洛斯 的确是这样 只不过在你闯入境地 使得我能够轻易通过旧生物的残余中枢接管他们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模块 无差别消灭检测到的一切生命体 你 打算开启清扫功能 当然 事实上他已经开启了 就在他们攻击你的瞬间 也就是说 并不是我在操控他们攻击你们 他们只是在平等地攻击所有人 那么 当我们把视线延伸向福洛斯 一贯信赖的助手突然发动攻击 亲爱的代理人们 又将会做何反应呢 惊恶 痛苦 难以置信 啊 没有办法看到这些 真是太可惜了 果然 从你的反应来看 就像我推测的那样 所谓的生物在被启动之后 会创造非常有趣的场面 啊 会是什么样呢 真是让人期待的血脉喷张啊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哎呀呀 你来得正好 格雷修 抱歉 在城市里巡视 确保没有遗漏的怪物和崩坏兽 耽误了一点时间 花姐姐 我应该没有来迟吧 我而已 我应该不读 你 感谢观看